做賣廣告這件事是一絕 這個就有點像誰 有點像Babyface Babyface就是這樣 Babyface首先是看準TVB 有一個節目叫騙錢 然後他真的對話 說他自己光顧深圳分界公司 然後總共沒有兩萬元 安排了兩條女跟他吹水 分別吹了半個小時 吹完之後沒有下文 二讀不回 原來壞事可以變成好事 因為他先報冬帳 因為那時候沒有騙錢這個節目 其實他是不是第一集 第一集來的 第二集我們講過是牛津博士 網上買書結果被人騙了40萬去 那個牛津博士 那個就沒什麼人說 但是現在這個Babyface很成功 正正就是因為他自己多人認識了 他原本的頻道其實只有幾百個訂閱 就是這樣說 你紅不紅呢 你淡不淡是一個指標 究竟林作找不找你 林作竟然黏著你的話 你已經成功的第一步 之前你說東張做得最成功 今年最成功的話題人物 當然是河馬 那時候據說林作有找過河馬 但是最後談不成 沒有那件事 那時候沒有搞到 但事實上 事實就證明 河馬是不需要林作 他都可以自己好出位 但是這個Babyface就不是 他太穩食格了 其實也有些人開始比較 之前也有些人比較 我們都比較過 那Babyface有沒有可能取代河馬 就成為第二個 一樣人氣這麼厲害的人物呢 KOL呢 那似乎我就覺得不是了 應該就很快就沒有了 其實就是 因為 如果你在網裡面 你要持續地有人氣 一個先決條件是什麼呢 知不知道是什麼呢 什麼 除了話題之外 最重要是有Hater 有Hater的人才可以長做長有 因為河馬有 但是這個Babyface沒有 Babyface最多就是 那欺理什麼呢 其實是 恥笑他 恥笑你 如果他成功吃到梁敏巧 就是另外一件事 如果你成功吃到梁敏巧 就是 因為梁敏巧 最新已經回復了 他原本就是 就是 林作 就和他一起做過節目 就讓他上位 就讓他 在這個節目裡面 向梁敏巧公開時外 對嗎 要追求梁敏巧 為什麼 要追求Maggie 對嗎 因為Maggie究竟高 那 問他會不會減肥呢 他說不會 如果減肥的話 自己會變得太帥仔 很多人喜歡他 對Maggie不公平 這些叫爛gag 所以我說 給了他一個機會 網民給了一個機會 他知道他的KOL 看過他的頻道 我也看過 Babyface的頻道 他是講搞笑的 但搞笑都是爛gag 其實是 1300的訂閱 上個星期 是的 所以 我想他這個人是不會持續的 所以現在 唯有靠自製話題 然後林作就跟他自製話題 就說要追求Maggie 對嗎 但是一個星期就玩完了 這些是 貪他夠高 然後就說要下戰輸 30天 我就懷疑 你明明為什麼 現在梁敏巧這麼快 就回應他 梁敏巧很快 一天都不用 就已經派了好人卡 他就說 你這麼健談 又有自信 還有babyface 這麼有市場 哪裏襯得起你呢 你也是找一個 比我更加優秀的女生吧 我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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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敏巧就怕了TVB 就借他來 借他來玩人氣 借他來互炒 玩真人騷 梁敏巧本身在IG裡面 都已經很高人氣了 不用這些事情 關兆梁說 梁敏巧留給你 神經病 會死的 做這些事情 有自信不是問題 但起碼有自知之明 同時間要是有 最後 為什麼這麼快派檸檬 我真的怕TVB 借我過招 還有梁敏巧有男朋友 但是林作呢 林作我覺得他目的已達 他成功炒了人氣 林作就是這樣 就是一個花生獵人 他就是 他借一些椅子 在安慰他 我作為babyface的 顧問 溝女顧問 讓我們免得幫他宣傳 這些是浪費勾氣的 這個就是 但是 純粹一開始的 idea 這個話題人物來講 我覺得他就 不讓他這樣 繼續在這裡 借以上位的時候 他都不會炒得很久 大家都交到免得 不用理他 反而這個人派交 就有很多人講 常做常有的 湯文亮 湯文亮 這些就是有hater 那 很沒辦法 你經常講到自己這麼成功 首先 我現在側左撿那些店 我就覺得 你在說風涼話 其實說真的 你自己也在賣樓 在信德那裏賣全層 放六億 然後不斷唱好 其實他跟他的運調就好似的 我就賺錢賺夠 我兩億買回來 大把水位 我也是時候退休 我賺夠錢 我就放六億 33樓全層 現在 他也都講 以己之心 就量其他老闆之福 因為我做生意做得太好 賺得夠多 我賺夠就倒閉 所以人家也是賺夠就倒閉 人家就不像你這樣急著要賣盤 割和青 你自己 就想著割和青 就是叫做釣高來賣 就是想著越賣越高越好 你自己要退場 做食肆來說 我很少聽到 現在已經少了 真是說 現在他說 很多人做到要倒閉 就是因為 那些店鋪是自己的店鋪 自己的物業 所以才倒閉 太辛苦 賺錢賺到沒有地方 所以不如倒閉 有空去旅行 休災 油災 為什麼可以有空去做生意 就是因為 就是請不到 請不到 請不到伙計 自己做得一腳踢 做到散了 甚至乎 連伙計都賺到錢 不僅僅老闆賺到錢 伙計又賺到錢 就不如倒閉 遣散伙計 這個是倒閉的最好理由 哈哈哈哈 去到這些環境 是個 是員工自立門戶的 是不會老闆遣散伙計的 是呀 怎麼用遣散伙計 他炒你魷魚 怎麼會這樣遣散伙計 是吧 但是他 他就成功派到 就是他派這些交易 真的有很多人說的 哈哈 真的頂他不信 因為現在 即使是說 那些不知什麼 李家國中原 大家都看淡過市 而你 還硬去說 一些不合理的事 去到唱好 大家就一起 在動你 你說大話 都不可能有個譜 大家要求的是 就算是 我想李家超 都不會引用 湯文亮的說法來講 上個星期 他在施政報告之後 就被一個主持 去corner 問他的問題 你現在還堅不堅持 執拾開十六 這樣 現在市道不好 是不是 有什麼建議 會不會阻止 那些人 會不會不讓那些人北上 這樣 他都不會像湯文亮 那樣說 是吧 你立法會裡面 有個田北辰也是 現在他都說 你不知道多糟糕 現在做經商經局 就不知道多糟糕 他不是不知道多糟糕 沒有辦法辦做事 是啊 每個人都知道的 前所未有的冰河時期 其實政府裡面 一開始辦做事 辦辦一下都不辦 那個就叫張宇仁 在國慶期間就說 喂 試過做個優惠 三折而已 就可以留得住 香港的客人 就不上去 原來三折就可以 指住那些人北上 是吧 但是說張宇仁 自己在國慶期間 都是吃便宜的 零售業的處境慘痛 田北辰就說 一年五個月下跌雙位數 這就是今年 不止五個月 即是說內銷 零售市道 是今年持續減10%的 是很嚴重的 結構性就是這樣 文匯大公也有說 引述過零售商會副會長 他的說法就是 即使是去到國慶 好像是好一點 其實都只不過是拿回 平時星期六日的流量 是啊 成本的問題 租金物價人工三高 大批香港人不上消費 大陸客人來香港只為打卡 不見有個趨勢會又扭轉 你說我多嚴重 而你們繼續呢 沉埋於搞打卡經濟 啊 他就跟商經局說 我想你都不知道有多嚴重 不是不知道 根本沒有辦法 他們沒有辦法 但是假裝做事 是吧 因為政府這麼多年 我們都講香港政府是沒有 沒有責任去搞旺個場 他們只不過是恩勢利道 搞好的營商環境 最多就是 哪裏好最多就是幫多你多些 幫你多些優惠 就是這樣而已 是吧 但是現在去到連梁振英都出聲 不是 梁振英就是上個星期出聲 梁振英為什麼說 就怕你開發筆刀之後 你開發筆刀之後 功過於求 因為市場很敏感 現在的生意已經做不到 很多都 那現在 超過十萬個貨美盤 你根本上 源頭上就沒有生意做 那所以很多舖已經不值租了 然後你再多些 住宅也好 商舖也好 其實你比八萬五更嚴重 就是各大社交媒體都在說 因為 即使開舖賣的都是淘寶貨 那去到現在 如果我打開一部手機 淘寶已經是香港包郵的話 我做什麼要下去幫你交租 幫你養人 這個不合理的 那所以是在說 為什麼淘寶或者網購 大陸的網購 是這麼容易打入香港的市場 直接跟香港的店鋪競爭 嗯 這個就是 你首先就令到商舖很難做 然後寫字樓那些因為外資撤 所以那個空置率就這麼高 現在超過16% 已經超過六分一 接下來好像不知道 在中港城那邊就說 淘寶是搞了實體店 體驗店 就是做concept store 淘寶有什麼新東西 在香港熱賣的話 就會拿來給大家試 所以如果那一陣子流行什麼 全部都去到中港城淘寶店就可以了 嗯 去一個淘寶店 就滿足你N個希望 是不是這樣呢 那就真是大問題 因為大陸我們都說過 在大陸人的角度就是 香港和大陸沒有分別 我來香港那裡買東西 其實和在大陸買東西有什麼分別 就是沒有的 你香港那班員工 就是不理你 就由得你在那裡試